另一方面 美国将近45%的人口已经施打第一剂新冠疫苗 但目前儿童和青少年暂时不再接种行列 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将率先批准 12到15岁的青少年接种辉瑞和Biontech制药厂生产的疫苗 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别引述政府官员的消息指出 这项紧急使用授权 最迟下个星期审批通过 上百万名美国青少年将获准接种新冠疫苗 辉瑞之前表明针对12到15岁的青少年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疫苗有效防疫 并且向美国及欧洲监管部门申请批准青少年接种辉瑞疫苗 除此以外 辉瑞 莫德纳和强生准备在夏天安排6个月大的婴孩 到11岁的儿童参与试验 希望明年初可以为11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